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 接受香港中统的专访时表示 深圳创新科技的飞速发展 为香港青年带来无限机遇 若要更好地融入粤港大湾区的发展 香港青年必须要从语言和国情认知等方面装备好自己 陈伟强谈到 作为中国南方的教育重镇 香港容纳了多所世界知名高校 多年来源源不断地为深圳乃至内地的创科发展输入人才 他坦言香港地域狭小 产业相对来说不够多元 对年轻人来说施展才能的空间有限 他希望香港青年放眼中国内地 在粤港大湾区寻找到全新的发展机遇 过去十多年的大学生毕业之后 就很多时候是没办法学以致用 因为产业不够 基本上大湾区就不同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又要问 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有没有好好装备自己 其实是可以在大湾区里面大展拳脚呢? 这个首先要去考虑 这个装备自己除了可能是语言 就是普通话要学好之外 就是内地的国情也都要了解 其实是不足够的 你问我们的年轻人对内地的情况 或者大湾区的情况 内地的法制 内地的经济情况 他们是不清楚的 这个绝对是一个机遇给他们去发展 谈及新一代香港青年 陈伟强一度沉默 在2019年持续的社会风波中 陈伟强一发表爱国和反对暴力的言论 赛克党上遭到部分学生的禁锢 他所从教的香港理工大学 更是一度被暴徒占据 陈伟强说 现在一些年轻人 法制意识淡薄 也渐渐失去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 他感叹到香港青年并非素来如此 陈伟强认为 2014年战中发生后 一些别有用心的教师 借机宣扬违法达意的观念 令青少年失去对法制的敬畏 对祖国也产生了很多偏颇的认识 但他也观察到 在香港国安法的震慑下 校园渐渐恢复平静 很多港独标语已然消失不见 陈伟强建议 学校应该将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教育 纳入必修课 让青少年加强国家观念和法制意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